MeToo风潮在前几年开始就席卷了全世界 我们带您看看这部电影叫做《无法融化的秘密》 它讲述的是一名女性成年之后的混乱生活 而这一切都是跟她童年的阴影有关 所以她决定要回到家乡去面对过去 而在片中饰演女主角童年时期的女星罗莎马钱特 更拿下了日舞影展的最佳表演奖 个性孤僻 有什么话总是闷在心里 艾娃是个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女生 外表不差的她面对异性邀约总是刻意回避 有社交恐惧的她只愿意对亲妹妹敞开新房 但妹妹即将展开独立生活 这天她邀请艾娃来看看新家 当艾娃听见父母亲也会到场 立刻变脸 与父母关系疏离 但艾娃没有把原因告诉妹妹 不难看出长期累积的怨恨 更造成她内心的压抑 她当晚收到来自社群媒体的朋友邀约 是儿时晚半要开店的活动 看着老友已经成家立业 艾娃心中的怒火却开始燃烧 她搬来一个冰柜 置入容器后装满水 做成一个超大的冰块 在寒冷的冬夜 她带着冰块准备回到家乡 这奇怪的举动其实都与她的童年有关 13岁的艾娃留着一头短发 大大眼睛有着孩子的天真 也开始有了青春期的成熟味道 她的原生家庭表面看似和乐 却存在着许多问题 母亲长期酗酒 这贴全家人帮爸爸亲身 她却醉到从椅子上摔倒 还自顾自的嘻嘻哈哈 让气氛瞬间凝结 幸好有一群邻居好友的陪伴 从小一起长大 她原以为这个夏天和往常没有不同 但是同侪一个个迈入青春期 原本和两个邻居男孩 组成三件课 艾娃开始发现男孩子们所谓的玩乐 内容越来越不一样 两个男生喜欢对女孩子们 平头论足 虽然话题让她不太舒服 但艾娃想留住好朋友 决定加入这个游戏 他要负责想出一个超男谜题 跑去找父亲帮忙 爸爸不知道艾娃要谜题做什么也没多问 三件课游戏就这样正式展开 邀请少女们来解谜 但代价是只要猜错一次 就得脱去身上的一件衣服 不忍心看着女孩们最后拖翼受辱 艾娃总是在解谜过程 偷偷放水 她心里知道这场游戏是不对的行为 但回到家里却没有人听她说话 母亲不愿意谈酗酒问题 还恶言相向 只有镇上肉铺的老板娘 将艾娃视如挤出 电影无法融化的秘密 是曾以爱的余境 荣获欧洲电影奖影后的 比利时女演员维拉贝登斯指导 以主角艾娃成年后的酷寒冬天场景 对比13岁那年的温暖夏天 发生在身上的惨痛记忆 当她回到故乡 决定勇敢面对童年的阴影 真相被揭开时的残酷 让人深思 家庭要教育孩子如何保护自己 以及事实的关心 都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TVBS新闻综合报道